嗨 大家 我現在正準備要走去外事處 因為我上次有跟大家說我要去辦我長期的居留證 然後我上次要去領居留證的時候 那個外事處的人員居然跟我講說 他們把我的名字登記錯 就是寫錯了 因為我上次沒有領到我的居留證嘛 所以他們就又寫了一個日期 就是要請我再去 就是第二次去外事處領 所以我現在正準備要去外事處的路上 這個不是柏林熊嗎 你吃什麼好吃的 沒有那麼好吃的 早餐 因為我們太趕了 所以我老公隨便抓了一個米餅就出來吃 現在是早上的十點半 然後我現在正準備要前往德國外事處 因為我要去拿我的永久居留證 其實今天已經是我第三次要去外事處了 有點一波三折 我們可以買看看這個麵包店 我們都沒有買過 這間看起來很專業欸 這間看起來很專業耶 還有一個 是嗎 好,蛋糕 是嗎 這樣我們可以買得到 我們可以買到 走吧 次樽 我们现在已经到外市处了,但是我还不能进去 为什么呢? 为什么我们现在要在外面等? 因为现在我们有一个日月 以前就是等,就是Q 我们之前好像第一次来的时候要等两三个小时 超级久 你记得吗? 所以现在因为Virus的问题 我们得到一个日月 所以... 预约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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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然后,要比较好,我们不用等 现在我们有等十分钟 因为我们的预约时间就是 十一天十分钟 然后现在是十一天 对,是因为我们自己提早来 对 OK 好 我希望今天我可以顺利拿到 我不想要再来第四次了 不,不,我现在可以 OK 回去来跟大家解释 为什么我到底要来那么多次 所以我们要分析 对 所以我们要分析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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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我们办好了 我成功拿到证件了 然后我们现在要去哪里呢? 吃早餐 吃咖啡 去喝咖啡 然后吃早餐 终于又可以旅行了 但不是现在 看得到 是啊 那个厉害 哈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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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他们两个吃很多 是啊 我刚刚看到了 哈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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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柠檬汁 可能是给全家人一起吃的 嗯 嗯 你在干嘛 嗯 吃点 好吃 我以为你不敢按 你好 这些都不可嫌疑 早餐 嗨大家我們剛剛已經辦完我的居留證了 然後現在來吃早餐 跟大家解釋一下為什麼我去了這麼多次外事處 因為第一次其實我去辦居留證的時候 是過年前的時候 是我回台灣 我今年年初回台灣前 我就去辦了一次 然後後來就是本來想說 在過年前我回台灣以前可以拿到居留證 可是後來發現他們的人員把我的名字寫錯嗎 他們的人? 他們的人 他們的人把我的名字寫錯嗎? 還是什麼寫錯? 他們忘記 他們忘記把我在德國的信 就是我老公的信放在我的那個卡片上面 所以就是 給你們看一下 導致我就是拿不到居留證 然後他們就是有給我一個類似簽證的東西 蓋在我的那個護照上面 就類似 類似這樣的東西 就是 表示這是我臨時的居留證 然後卡片他們已經先收走了 然後等到我從台灣回來 德國之後 我又再去了一次 就是我們又預約了一次 然後後來 因為我回台灣就是 去辦了新的護照 因為護照就是很久才辦一次嘛 我已經忘記說 就是辦了新的護照 那個 護照的號碼會變 所以我第二次再去的時候 他就說不行 因為你的護照號碼 跟那個上面 居留證上面的護照號碼 已經不符合了 所以我要再去辦一次 對 所以這個算是我的錯吧 對 對 這算是我的錯 所以我覺得大家如果 以後要辦的話 要真的要很注意 就是你們護照跟居留證上面 上面的號碼 是不是有符合 然後 很重要 對 可是如果他們第一次就給我的話 我就不會犯這樣的錯誤 當然 最後就是他們的錯誤 對啊 所以我們 所以後來就是第二次 我還是沒辦法拿到卡片 而且重點是 我第二次要 我們還要再多付一次錢 第一次去辦的時候 付了93歐 然後第二次去辦的時候 好像付了六七十歐吧 反正就是付了兩次的錢 然後我今天第三次去 終於順利拿到了 我新的居留證 長得跟舊的不太一樣 舊的比較 比較漂亮嗎 我覺得舊的比較好看 我覺得舊的卡片 可是不是一樣嗎 就是那個照片而已嗎 沒有啊 舊的卡片長得比較漂亮 粉紅色的 然後 這個新的卡片 就是他的那個大頭照片 超大張的 然後資料 資料就 對啊 就跟之前沒有差很多 但顏色什麼設計 我比較喜歡舊款 然後我老公剛剛有問他們就是說 我們可不可以去別的國家居住 他說目前我的這張卡是可以留在德國而已 算是德國綠卡 可是如果我在德國待了五年之後 我可以申請另外一張卡 就可以全歐洲都可以居住 或者是我直接申請成為德國人 申請德國護照 可是因為我不想要放棄我的台灣護照 所以我要先確定說 如果我變成德國人的話 拿德國護照 我是不是可以保留我台灣的護照 這樣我才會想說要考慮 申請德國護照 我現在好冷喔 好啦故事就是這樣 一波三折拿到我的居留證 你那時候在台灣有這麼複雜嗎 比較複雜 更複雜 更複雜 他們真的沒有上台灣的外交部 台灣的外交部 有好一點對外國人 外交部要 真的 你記得嗎 可是我去辦護照的時候 他們超友善的 他們 我說我去在台灣辦護照 然後他們很有善 因為你是台灣人 我是那個該死的外國人 哈哈哈哈 好啦 總之 這個就是我的經驗 希望可以就是 嗯 分享給一些 之後如果想要辦居留證的人 一個參考 繼續吃我們早餐 掰掰 拜拜 做宵 準備結束 能 transport